大家好,我是魏宇,然後 我想先請問一下 有去過緬甸的人嗎? 在場 有兩個 那沒有去過的就看完這部片 會想要去嗎? 呵,這樣沒有想去嗎? 這樣沒有想去嗎? 現在還是這樣情況嗎? 嗯,對,這也是我想說的 就是,這部片 在記錄的是2007年 到2008年的 這個 所謂張紅花革命 或者是茶茶革命 然後 嗯,我是 今年八月 七月和八月這兩個月 就待在 緬甸到處遊蕩 這樣,然後 嗯 跟 影片上面看到的完全 不一樣 就我 這是我第二次看這個部片 然後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有螢幕 如果沒有在 陽光那個街頭 它有分 Downtown 就是比較老老舊的城區 然後比較靠近 機場啊 靠近鷹鴨 Lake 那邊是比較新的 也所謂就是比較高級 住宅 你知道嗎? 嗯 對,我幾乎就 在那個 在八月的時候 我就 在 因為我在陽光那個 NGO 當志工 然後 然後 把那個街頭都 每天走 然後走到 早上 可能沒事的時候 早上也在那邊 逛市場 然後 下午 晚上 有時候到一兩點 然後 再 走回我住的地方 嗯 我要說的是 就是 嗯 對 跟我們 在影片上面看到 現在的陽光 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是 嗯 觀光客很多 然後 像 那個 嗯 那 如果你帶攝影機 你會馬上就被 被警察認為說 你是 是要再 收集情報啊 或是想要把這個事情 傳送出去 都會有這個 就 想像 他們那時候 當 當時的心情 這應該是很 很害怕 然後 覺得好像 各位有看過 嗯 有讀過1984嗎 就 喬治奧威爾寫的 他 他還蠻有名的 三 三本 緬甸 緬甸 所謂緬甸三部曲 緬甸歲月 然後 還有 動物農場 動物農莊 然後還有這個 1984 然後 嗯 緬甸人 當地人認為說 這 嗯 這三個 這三本小說啊 就是 很 很詳實的 反映了 預測了 就 那時候他寫的時候 還是在19 這 1988年 之前 就更早之前 都還沒有發生這些 比較大規模的思維用事 嗯 他說 他們認為說這三部曲啊 呃 預測了這個 嗯 緬甸 之後的這個 呃 政局 呃 的 情況 然後 有 1984 其中有 呃 一個很 我也是 我也是看了 看了 呃 就是 在緬甸在 油晃了兩個月之後 我才開始慢慢看 開始去接觸 呃 緬甸的 呃這個文學也好啊 還是就是看這個紀錄片 或是看他們的歷史這樣子 對 嗯 突然不知道要講什麼 有 請他自己介紹 好啊 剛好今天 人蠻少的 要不要 講一下你們看的新的 或是 嗯 然後 或是有什麼 有什麼 想法 想要 丟出來 可以討論一下 這樣子 那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說一下 為什麼會來看這部片 好了 好不好 那你先開始 哦 好 我是 小公在姊姊出生 哦 然後三歲又過來了 所以 哦 嗨 哈哈 一回頭發現 親友台嗎 以前見過 對 嗯 嗯 就 就跟朋友一起來了 然後因為 小時候就過來 所以其實 不是那麼了解緬甸 然後 就想要 最近一兩年開始 就慢慢想要了解 自己的 畢竟是自己出生的故鄉 是華強的嗎 嗯 應該算是華強 對 但我一直有一個疑問 就是我其實不太知道 我到底算是台灣人還是 就是緬甸 就自己身分認同上面的一個問題 你的護照是嗎 呵呵 好 好 那我是他的大學的朋友 對啊 為什麼會想要來看 其實 呃 沒有特別原因耶 就是 我對緬甸很陌生 就 沒有接觸過這個地方 最靠近一次是我 我剛好 這個暑假去清邁 對 是不只清邁 就是太北幾個城市 然後去繞一圈 剛好有晃到青來的 高興金三角那邊 對啊 就 遙望一下緬甸 對啊 那其實 就想要了解說 就一直知道說緬甸 是到現在還是一樣 是軍政 對 對啊 一直有聽過這件事情 可是 很不了解 那到底時間是怎麼樣 然後我剛剛又遲到 所以沒有看到這前面 最精華的面對 他沒有交代說 到底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沒有交代到這麼遠 從1962年開始 軍政府的勢力 開始奪權之後 就把 把翁山將軍做掉 之後就 慢慢開始就是 長達這四十幾年的 軍政府所謂獨裁統治的事情 四十幾年到現在 嗯 到2011年之後 然後緬甸就已經開始 他改 不但改了名字 他本身 他之前的舊名叫Burma 現在叫Miamma 然後 嗯 對 然後 2010年吧 他慢慢走向 民主化的過程 然後 然後 辦學就是 那個 報章媒體啊 還有 審查管制 就 就會慢慢的 變少 然後 開始也有 越來越多機會被民選一些民意代表 對 就有點像是以前 緩慢的 對 他們11月8號的時候 最近要大選 今年的 對對對 大家好 那個 我 我 我對這個 我對這個 我對來看這個影片 有興趣是 因為我明年 其實我已經 預計 明年初要去緬甸自助旅行 而且我機票也買好了 那 那 因為我在 在 就是在 計畫我的過程當中 就我上網去看了 其實 緬甸的一些資訊啊 包含旅遊 其實是蠻少的 對 然後 我也在 也在收集 他剛好又 呃 對這個還蠻有 就是 這個國家很有興趣 當初 因為我知道 他好像是在 兩 三十年前吧 慢慢就是開放了 然後 他是屬於 算 呃 呃 遊客可能 呃 沒有下起來那麼多 可是其實 聽說是蠻多的啦 慢慢再開放了 對 所以 有一點興趣這樣子 謝謝 等一下 您是為什麼要去 等一下 你為什麼想去 沒有 我 一開始 其實我看到的是那個 普甘那個畫面 我覺得 很超漂亮 可是後來我還知道 他也不是 世界遺產 晚上那個 世界遺址吧 好像也不是 我本來以為他是 就不是 可是那個畫面 我會想去看他的畫面 還有看到 是宗教的原因嗎 不是宗教 不是宗教 我從來看那個美麗畫面 那 呃 因為我今年自己也 有跑到泰國去啊 也是 自己上去玩 我覺得 滿 滿喜歡這樣 他們當然有這些國家的 感覺啦 啊 而且 消費又沒有很高啊 相相對其他地方啊 還有 還有喜歡他們一些 我會講 當然文化啊 飲食啊 等等啊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然後 我今天來這裡 主要是 以前就很想來拜訪這間書店了 對 然後剛好今天晚上 我有這個 有這個 空閒的時間 然後剛好也有活動 就是過來參加這樣子 嗯 好 為什麼從以前 就想要 拜訪 就是我 我聽這個 Tedis 原誌 然後聽到 上 大哥的一個 就是 演講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因為我本身也是 中和人 然後就是對這裡 很陌生 然後就很想過來 就是親自擺訪這樣子 對對對 張大哥你好 哈哈 就住在我床邊 有點不可思議 對 好 就差不多 所以你是念原誌的 對 我是原誌大學的 對 嗯 好 差不多是下一個 不是 他是來書店 可是我剛好 出來這裡 好 就差不多是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大學 我常在大學學生 然後我會 我來看也沒有特別原因 是 上也帶我來 我來 就很喜歡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現在在一個 跟東南亞有關的機動工作 不行嗎 不行 不行 我在那個 以利國際服務工作 就是一個專門在國際自動到 各個不同國家的機構 然後剛好 緬甸是有其中一個負責的專案 對 所以就認識了他 所以你也當作他來自動嗎 我那時候去訪問 對對對 那時候他來拜訪我們 就是拜訪遺地這樣 然後 他有這樣訪問我們的創辦人 然後他說 欸 他就說他是緬甸人 然後就介紹我們認識 對 就滿巧我今天遇到 對 然後其實去的緬甸滿多次 但是 也知道這個故事 但是沒有看過這部紀錄片 嗯 然後對這 因為我們 之前去的地方是 Lush 去比較 這一個北邊的城市去比較多次 所以 對陽光其實沒有那麼的熟 嗯